蔡煌如和唐正剛認識好就終於合作 要演兄妹啦 31日兩人出席新戲媒體參訊 尤其和家人的感情 斗華跟媽媽可是無話不談 媽媽會關心妳現在的感情嗎 會啊 主動關心喔 不會自己開口 但我都會自己講 我就說最近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她就會說 真的假的啊 我跟你講 還沒有那個到那個最後 對嘛 但是媽媽會講 但她的意見我也不一定會採納 因為真的是自己在過又不是她 因為她自己講說不抽菸喝酒 可能她覺得就打表了 可是我就說那 知道我爸表情 就是我爸不抽菸喝酒 爸爸也沒有讓他很幸福 哇塞 我媽媽有看到新聞都覺得她很正派 正派用正派 鑽乾不正派嗎 我媽就覺得至少她乖乖的這樣 然後聽我講也覺得她蠻 就對待我蠻好的這樣 但她就會說 都還不知道了 我覺得會在演唱會上 她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不太可能贏她的個性 當然有想過 但是我沒有那麼期待是因為 我覺得會蠻驚悚的 我連過生日啊 我都是很怕別人幫我就是圍在一起 然後就像這樣子 然後問我清晨 怕尷尬 我不怕尷尬 你們兩個是說未來有關係 有 有關係 有啊有關係啊 她狀態OK啦 她那次沒來的時候 我還傳訊息告訴她 為什麼明天不來 然後我就講說 我真的飯都吃不下 然後我講完之後她就說 欸你這句話怎麼那麼像 小燕男會講的話 而日前ENERGY在五月天的演唱會 驚喜合體 讓大批粉絲看到噴淚 不過身為團員之一的小剛 卻沒有參與 好像有點小脾氣了 我自己其實 滿生氣的 我是覺得 他們怎麼到現在還那麼帥 其實我是開心的 我真的開心就是 終於ENERGY 第一代用合體了 我知道他們 合體這件事情有多不容易 那也許粉絲繼續敲碗 或者是也許 未來有一天有機會是 我們六個可以騎 真的太想要等到這一天啦